臣 臣 臣父 臣 臣女 見過陛下皇后 陛下千秋萬歲 皇后起居無恙 免禮 此座 謝陛下 謝陛下 你瞧什麼呢 這燈可真大 我從未見到蓋得 如此精緻的房子 第一次見 很難不喜歡 不 坐下 陛下宣召臣一家見 臣一家見我盛榮幸 陳愛卿不必多理啊 之前你委屈求全 你樓家退去了清室 朕還不曾嘉獎於你 和你的全家呢 何將軍滿門忠烈為國敬忠 陳全家對其偉德感佩至極 自要滿足何將軍臨終之言 不曾為其求全 過千了 陳愛卿 這講啊 終究還是要講的 那個 是愛卿之女吧 是 過來一些 讓朕和皇后 好好地看看你 讓你坐近一些 離得那麼遠 如何說話呀 你不要動 你別動 你不要動 你覺得我把這輪子見到 你那眼睛 你還是有所謂的 你那的 你怎麼看 你慢慢這樣 你太多了 你現在要來 你才能否認識 你去哪兒 你回到哪兒 你不來 你怎麼看 陈家娘子 你归名氏 我 成女叫陈绍商 取义琴弦 绍商贤 绍商 倒是个好名字 今年齿灵几何 我已经过了集集好几个月了 真问你 你与娄世子退亲 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 回禀陛下 难受自是难受 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 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 此话怎讲 小女子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天地固人 以万物为出狗 数月前 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 看到冰霍后民众的彩像 所以小女就想 正是因为天地无情 冷漠看待世间 所以我们深爱为人 更应该仁义为怀 互助互敏才是 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 而不顾他人气息 此乃情寿所为 你可知这句是哪位神仙说的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荀子觉得人性本恶 所以天地不仁这话 定不是他们说的 法家奖励弊 莫家要奸爱 奸责 只顾着人间历来历去 又不管这世间人不仁义 厚着 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 既是如此仁义 人们更应该珍爱彼此 所以此话 也应该不是他们所听的 最后一个就是 道家老庄 所以此话 定是老子所说 为何不是庄子 因为阿母让我看的庄子书件 我不曾看过 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你倒是猜对了 但这意思却不对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楚狗 不是把万物当成诸狗 冷漠无情之意 而是说 天地对待万事万物 都是一样的 一切顺其自然 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是啊 程安心 厉害啊 你啊 教女有方啊 不敢 不敢 都是内子教得好 陛下 因常年在外征战 十余年未曾归家 妾于将军教女无方 还望陛下不要见效 少商 你父母为了国事 耽误了你的学业 于见你甚是聪慧 陈将军和陈夫人 只需略花心思 定能把你教好 多谢皇后夸赞 皇后你长得好美啊 皇后 皇后 休掉无眼 那这要问你了 是你阿母好看 还是皇后好看啊 皇后好看 陛下 小女不懂规矩 近日初见皇后 言语冒犯 还请陛下恕罪 皇后恕罪 皇后恕罪 无妨无妨 朕觉得这孩子呀 帅真 坦诚 道实有趣啊 对了 两万爱卿 三万爱卿